成功之後 我們說人生要成功啊 成功之後有什麼好出來 老婆就會講 對你更有信心對不對 然後講口口就比較多 所以 我們還是回歸到 我們要如果更容易成功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我跟你講認知起來的人 在場要是有認知起來的人 就會問切老師 你今天這個演講的目的是什麼 認知起來的人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今天的目標就是成功 跟認知起來的人講話一定要 敏正言順一定要講 一個目標給他 對那種魔王型的人沒關係 我跟你講 在講個例子 認知起來的人 但是我講個例子大家就懂 認知起來的人他有什麼特色 假設說我們今天要來做實驗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來各位同學 你們都是同學 我說認知起來的人他會講 我就說好 第一個擺在這裡 對不對 好 第二個擺在這個地方 第三個擺在這個兩個的上面 我跟各位講 要是魔王型的人對不對 我講完之後呢 魔王型的人就做完了 但是剛剛那被我點名那幾個認知起來的人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講完之後他還是這樣子 你知道意思嗎 知道意思嗎 老師為什麼這個一定要擺這裡 為什麼 好 第一個為什麼 老師這個第二個為什麼要這樣擺 你看 第二個為什麼 第三個 老師這個第三個為什麼要擺在最上面 這叫認知起來的人 所以說這種人 大隻假惡體 還是我跟你講 等到他全部理解之後呢 他怎樣 照哪裡歸勒 那 魔王型的人 他就怎樣 會一樣化侮辱 比較沒有創性 這樣了解有沒有 但是沒有創性 這不代表缺點 而是代表什麼 他是乖乖拍 他是怎樣 這種學生話在講 打老鼠小拍 有沒有 講一動 做一動 各位在場有沒有 我們的孩子可能是這一型的 但是我們的孩子怎樣 又可能是政治型的 所以說 你從這個皮膚分析經過 我這樣跟你解釋之後呢 你會發覺說 從另外一個角度 不同的角度看我們的孩子 你會覺得很可愛 我們孩子永遠都是我們的 寶貝對不對 他沒有對錯 他實際上就這樣 我們要多一份心 這樣去瞭解說 他到底 什麼樣的天分 然後 他又是我們最寶貝的 兒子對不對 他是女兒 所以說 皮膚分析可以怎樣 去拉近我們親子的 什麼 這個互動的距離 真的喔 像我是這樣從 從 研究這個皮膚分析 接近 今年是第15年 我感慨最大的就是 皮膚分析 發展到最後呢 幫助最大的是什麼 親子的互動 當然 學業的幫助也很大 但是 到最後是這樣 我們是親子的這種代勾 這樣 都會這樣 慢慢就這樣 改善了勾 我曾經好幾次喔 那個母女 就像我們那個人 假設是秘書長 跟他的兒子或是女友 來採樣的時候 你知道嗎 剛進來的時候 兩個人是在吵架 他們打架起來 但是一邊採樣 我就一邊跟他聊 你說 媽媽你看 你也是固執型的 妹妹 那個姐姐 你看 你也是固執型的 所以說 我講完他們的個性之後呢 他們就想 玩耳一笑 原來啊 要知道 以前來找些老師 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我們不了解 大家的個性 對方的個性 我們都希望用我們的 認知型的這種 強勢呢 去 別人講 來接受我們的意見 但是 但是 當你是要說 原來 你的兒子 你的女友 也是這麼認知型的時候 欸 你就會釋放 原來 你們為什麼 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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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去調適這些 這樣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說 你要活用後天的這個 知識 智慧 有沒有 這也是你也會兩個 一些之喪思 你透過兵文師 你就會這樣 把心結打開 好不好 我們再查這位 理事好了 你有點頭對不對 這個東西幫助很大 好不好 來 我還有一點時間 還有一點時間 來我們看看下面 左右哪 這個剛才有講誓 剛才有提到 學習是一輩子的事 對不對 是什麼讓學姐不開心 來換個角度 是什麼讓生活不開心 有沒有 現在理智的人就說 就是我的成功的目標 還沒達到對不對 沒有錯 那如果學生呢 有時候我的成績 還沒達到怎樣 我自己的理想目標 甚至我沒有達到爸爸或是老師的要求 就會不開心對不對 沒關係 沒有達到怎樣 我就再接再利 下次還有機會對不對 下次沒有機會 怎樣 等到明年再好 當然 這就是這樣 我們要去學習不開始這樣 那屏母檢測可以幫助我們怎樣 就是要去了解怎樣 你這個什麼 這三個障礙要把它找出來 第一個叫什麼 你到底是缺乏什麼東西 就是實體物 比如說你會學過幾望 這代表什麼 你的視覺不OK 但是怎樣 我們說視覺不OK 不代表你的聽覺不OK 對不對 所以屏母溫習可以把你分析出來 這時候我就會建議舉個實物經驗 這個孩子可能看東西會跳行 跳行就說 從第一行我會看到第三兩去了 但是這時候我就要鼓勵這個小朋友 跟爸爸媽媽講 你不用罵他 因為不代表他粗心 而是他先天上講 這個視覺他講 會跳行 那我就跟他說 你在看數學題目的時候 不是他腦筋不好喔 你就可以把題目念出來 注意聽 他的聽覺不錯對不對 然後就把題目用念出來 然後講 心裡默念 然後講 他就可以理解 所以說代表什麼東西 他的輸入怎樣 視覺輸入是不OK 那我們就這樣換一個環道 用什麼 用聽的 就是念出聲音是用聽的 所以說各位有沒有印象 在我們小時候老實說 我們要用 要有 有沒有 要揽誦 對不對 有的聽覺醒的人適合揽誦 甚至怎樣 唱歌 就會這樣很容易拿起起來 這樣了解沒有 啊有人是怎樣 喜歡畫有沒有 聽覺醒 他喜歡他 視覺醒的人喜歡畫畫 有沒有 畫圓圈啊 畫這個三角形圓圈這樣 增加他的記憶 你看 所以說 你要講 知道自己缺乏什麼東西 第二個 你是不是會跳過一個JD 像剛剛講的 你會怎樣 因為你會跳好 然後講 就因為不了解這個題目的意思 然後講 我沒有去講 把這個題目做對了 那我們人生會不會因為這樣而跳好 然後用跳漿 林先生呢 跳漿不行嗎 來 老師 跳漿不行 怎麼辦 怎麼辦 跳漿嘛 林先生呢 跳漿嘛 怎麼辦 生才可以漿 換雕 漿換雕 還要趕快把那些唱片 唱歌 唱歌還給揉了對不對 所以說 讓他趕快 附附什麼 滾到 所以說 平穩檢測可以讓我們怎樣 第二個 這樣再把它劃出來 再把它劃掉 第三個 誤解的智 平穩檢測可以讓我們怎樣 讓很多的誤解這樣 把它化為 化解掉 甚至怎樣 讓很多人怎樣 誒 真正去知道說 我到底的問題整體在哪個地方 到底是屬於 我的這個看東西不OK 還是聽覺得不OK 甚至有人他講 寫字怎樣 龍虎鳳的 就是體覺不OK 這個大概平穩檢測可以看得出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說 這是分心跟無法專注 無法提升它的潛門的障礙 我們把它找出來 好 大家原理上就是這些東西 那原理上呢 我先各位分享到 大概原理上先到這邊 那接下來 這邊應該 這邊就屬於我們另外一個單元 最後呢 跟各位來互相勉勵 就是說 平穩檢測其實 它就是要怎樣 讓我們 那些人的小孩 包括我們自己 大人也是可以來做平穩檢測 從零歲到九十九歲都可以通到 包括你要做生養規劃的 你看 這邊有沒有看到 1 2 3 4 5 6 7 8 這是我們加納國事 它所所發展出來的 八項智 包括自然 語文 邏輯 數理 空間 音樂 身體 這就是體覺 體覺 人際智慧 這就是溝通 溝通在哪邊 在精神功能的什麼 你的右腦 右腦 那內行智慧就屬於什麼 你的認知 在哪邊 在你的什麼 精神功能的什麼 右半邊 就是你的這個 這個左手 好 這一些呢 都是我們所追求的什麼 一個完美的一個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你這個圓呢 月圓 每樣都很平均 你的人生就是什麼 是彩色的 所以各位 要恭喜你 好 現在你聽完冰文檢測 你表示怎樣 你每個區塊都怎樣 很飽滿 很充實 有沒有 就是12345678 那有人說老師 為什麼沒有第九了 有沒有 有 有第九 第九就在你的內心裡面 好不好 好 就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希望 我們對自己的一個信心 好不好 好 冰文檢測呢 先講到這邊 來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有沒有說 哪個地方過OK的 來 你看 氣功來 氣功來 來 氣功來 好 那我們就再補充講一下 三腳 三腳 好 欸 我們還有時間嗎 可以喔 好 來 剛剛 我們的孫禮是來的 剛好 我就提一下 再補充一下 因為體覺齁 在這個牽涉到我們健康問題 很重要 因為 我剛剛講 中指齁 你胸悶的時候有沒有 你就把它拉一拉 那最 最直接是怎樣 拉中指可能不夠 你直接就用你的大拇指有沒有 大拇指 直接按這個勞工學 勞工學在哪邊 就在你的這個什麼 感情線有沒有 跟這個中指這樣拉下來 交叉這個地方 就是勞工學 一般我們這個孫老師 有沒有 你這個地方的勞工學 你把它壓一壓 壓一壓 就比較不會兇門門的